澳洲11月重新开放边境 旅游股已经率先开始大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从2020年2月份澳洲开始封闭边境之后的话 一直到今年的10月 至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中 唯一两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海外游客 或者是国际旅游者的两个国家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从11月之后 开始逐步接受海外游客 包括很多滞留在海外的澳洲人 但是要求对方需要能够完整的注射完疫苗之后 可以允许他们抵达澳洲之后在家隔离7天 而不需要在酒店隔离14天 那么毫无疑问的话 这个好消息是对于澳洲很多的零售业 旅游业和餐饮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刺激作用 但却不说去年 就从今年开始 从今年6月悉尼开始封城 到7月份墨尔本这边也开始有部分的限制 一直到现在为止 两大城市都没有完全解封 因此在11月之后到12月底 这个关键的圣诞时期 对于很多的中小商家来说 是一年之内最最重要的节日 那么如果不能够在12月圣诞节 旺季来临之前能够完全解开 那么对于他们的生存和他们未来的能否继续营业 是起的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澳洲联邦政府这次也是下定决心 即使是在现在 在悉尼和墨尔本每天的数字还是非常之多的情况之下 依然是选择了在11月也就是圣诞节来临之前开放编辑 这样的话 预计将会有很多不仅仅是滞留在海外的澳洲人 相信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游客 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 也愿意前往澳洲澳大利亚来进行圣诞的旅游和购物 那我们要解释一下 由于这个政策的影响 在今天也就是本周一的时候 澳洲的很多旅游股 航空股 以及与餐饮娱乐所相关的消费行业 受到消息影响出现了大涨 像我们所熟知的澳航 Fly Center 包括悉尼机场等等 均创下了他们过去52周 也就是一年以来的新高 而且就算是现在是创下了去年10月到现在的新高 依然我们从历史的价格来看的话 不论是澳航还是Fly Cente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旅游板块股票 对比在2020年2月之前的股价 他们依然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复活节这半年时间之内 预计对于这些板块来说 澳洲边境的政策开放 以及各个州相对于越来越开放的这些趋势 都会对他们的股价产生非常好的影响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现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 像英国这样的 在疫苗达到一定数字之后的情况 虽然说疫苗即使达到了70% 甚至于85%以上 但是如果是全部开放之后 也会对医疗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以英国 新加坡这些国家为例的话 他们即使是在高接种率之后 现在还是有每天有不少的病例数 以及到医院的就诊人数 因此在未来半年时间之内 我们觉得旅游股 航空股 他们是可以被期待的 但同时澳大利亚的某些医疗板块 尤其是像上市的私立医院 上市的私人医疗机构 以及很多上市的辅助新冠治疗措施 比如说像呼吸机等等 其他的一些股票 在未来半年之内 依然也会随着旅游的开放 他们的营业额也会同步上涨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消息 但是从股市上 从投资回报率来看 这些板块将会同步受益于 国际边境的开放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